Shalom 愿大家平安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每日曙光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 末世的危险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 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四节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赖钱财 自夸狂傲 庞堵违背父母 望恩负义 心不圣洁 不亲情 不解怨 好说禅言 不能自悦 性情凶暴 不爱良善 卖主卖友 任意妄为 至高之大 爱因乐不爱神 弟兄姐妹 石头巴罗在写提摩太后书信中 一元末世将会有危险的时刻 尤其是在道德和属灵上的败坏 他描绘了末世中心人的堕落 并警告了信徒要警醒 不被这种风气的感染 而是要坚守我们的信仰 保持圣洁 第一 默示人的特征 在这段经文中 保罗列举了 默示人们会在各种堕落的特征 这些特征反映了人心的腐败 尤其对上帝的离弃和对罪恶的追求 他说到 专顾自己 描绘了人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和欲望 而忽视了他人的需要 自私的心态不仅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使人与上帝的关系也远离了 离弃了上帝的爱和上帝的怜悯 他说到贪爱钱财 贪婪是人类堕落的根源之一 爱钱财不爱上帝 将物质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 甚至获得了财富而违背了上帝的解命 他也说到无亲情与望而富裕 末世中人会失去对家庭的和亲情的尊重 变得冷漠无情 不再感恩 这种的态度会破坏社会的基本关系 使人类关系变得更加的脆弱和充满敌意 他也说到不爱良善与任意妄为 末世中人不追求善 反而追求恶事 他们自以为是随心所欲的行事 不再敬畏上帝 这种的行为是背后对上帝的背去 对罪恶的那种的沉溺 第二信徒警醒与坚持 保罗不仅揭示了末世的危险 也呼吁了信徒要在这末黑暗的时刻保持清醒 信徒要认识到这些的征兆 并以坚定的信仰和依靠圣灵的力量 来抵挡末世的诱惑 第一就是要持守我们的真理 虽然末世的风气让人心堕落 但信徒我们必须坚定地持守上帝的真理 不被世俗的家世所迷惑 只有扎根于上帝的祸意中 我们才能在这动荡的世界中屹立不倒 第二就是活出圣洁 信徒不仅是要拒绝末世的腐败的风气 还要继续追求的圣洁和公义 我们的生活应该成为世人面前的光 反映出上帝的圣洁和祂的爱 举一个例子是圣经中 诺亚的时代 创世中记载了诺亚的时代 人们道德腐败败坏充满罪恶 上帝因此决定以洪水毁灭世界 只有诺亚因信上帝带领他的家人 进入方舟得以信免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在末世的危险中 信靠上帝保持信仰是我们唯一的保障 我们要通过每日的祷告 如今保持与上帝的亲密关系 使我们不被这世界的腐败风气所影响 在这个充满自私和忘恩负义的世界中 我们应当积极地培养感恩的态度 感恩上帝的赐福 并将这种的感恩能够传递到他人 在这个道德败坏的世界中 我们要成为了这个社会中的光和颜 通过了言行的影响他人 带领他人的归向上帝 在末世危险中 并不是让我们陷入恐惧 而是更加坚定地传扬上帝的福音 让有更多人能够认识上帝 能够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他们个人的主和救主 弟兄姐妹在末世危险 不仅体现在自然灾害和战争上 更体现在人性的堕落和上帝的背弃 我们面对了这些危险时 应该坚守我们的信仰 依靠上帝的力量 不被这世界的风气所摇动 通过保持圣洁的生活 活着感恩和爱心 并积极地传扬福音 我们可以在末世危险中 成为上帝的光 影响这个堕落的世界 阿们 弟兄姐妹 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在生活中 我们知道 我们活在充满这个末世中 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 帮助我们在这动荡的世界中 持守你的真理 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 使我们在信仰中能够坚强 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和银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感恩祷告 Amen 弟兄姐妹 愿上帝祝福你们 有丰盛更美好的一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